中国出现大规模的限电 将会给澳洲的圣诞节带来巨大变化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GoMarkets热门话题部分 我们知道由于动力煤价格在过去的六个月时间 上涨超过了两倍以上 再加上中国之前关停了很多中小煤矿 导致现在中国大部分的火力发电厂 它的原材料成本是严重超过了 它输出的电价所能够负担的成本 另一方面来说由于电价是关系到民生问题 因此它无法出现大规模的上涨 使得大量的火力发电厂 没有太大的动力去生产或者是全复合运作 据现在的统计来说的话 中国的大部分火力发电 也就是靠煤来发电的这些发电厂 每生产一度电 它可能亏损是在一毛钱至两毛钱的人民币 那么如果它发的是一亿度 就要亏损一千万到两千万 那如果是十亿度 那就要亏损一个亿到两个亿 所以这个亏损在目前暂时还没有得到补充 或者说暂时还没有得到补贴的情况之下 火力发电厂现在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 我们知道各大城市 甚至于上海 一些景观灯和中央商场的中央办公室的空调 都已经关掉了 这就会给生产和生活造成巨大的影响 那么特别是在东北地区 现在已经进入到接近于秋天 气温已经非常低了 很多家庭也是因为临时的停电造成了很多生活上的困难 但是很多朋友说 那为什么不多进口一些煤呢 我们知道之前 中国在中澳关系恶化之前 从澳洲进口的动力煤 占其煤炭总进口量大约是三分之一左右 那么现在如果是不从澳洲进口煤炭 能不能从其他国家进口呢 理论上是可以的 但是大家要注意到一点就是 虽然煤炭看上去是同一个东西 但由于其内部的成分含有比例等等这些都不一样 因此呢 每一个火力发电厂 在当初它设定好的时候 它使用的是哪一种煤炭 哪一个国家的煤炭 其实它的锅炉都是根据这个煤炭的杂质成分比例来调试的 换句话说 如果过去的三四年一直用的是澳洲的动力煤 现在如果要切换到乌克兰或者是其他国家的煤炭 那么火力发电厂的锅炉或者说其他设备就需要进行大改和大调 甚至于要更换设备 那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之下 发电又是这么紧张的情况之下 毫无疑问 马上更改设备是不可能的 所以呢 现在就出现了多个情况 一 煤炭供应不足 第二 火力发电厂的生产所需要的成本是远高于了 它卖出去的电价 使得火力发电厂没有太大的动力去生产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 就是电价目前依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上调 但是根据目前最新的消息显示 在广东以及部分的南方省份 电价即将开始上调 但是说回正题 这个情况在短期之内应该是很难改变的 我们知道呢 现在是临近圣诞节 英美或者是澳大利亚等等国家呢 都已经开始预定圣诞节的产品 但是由于中国工厂 有的是停三开四 有的甚至于是停五开二 等等不同的情况 因此预计圣诞节的产品将会出现大量的滞后 或者是供货不足的情况 那这会导致消费者会产生什么情况呢 一买不到东西 二东西会出现大幅的涨价 所以如果您现在还在等待圣诞节 比如说那个时候 我想等的电视机或者是手机 或者是其他的产品出现大减价 这个可能性在今年来看是比较少 那么再延伸到产品上来说 那么如果现在动力煤的价格 我们看到全世界其实都已经涨了两倍以上 换句话说 原来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那几千万吨煤 现在呢可以出口到其他国家去 所以呢 对于清洁能源的需求将进一步扩大 什么叫做清洁能源呢 虽然说咱们说到火力发电 它看上去比较污染 但是呢 你从煤炭切换到天然气 这一个步骤 实际上已经能够减少大部分的二氧化碳 所以说咱们也看到了 煤炭动力煤价格在上涨 但是呢 天然气价格在过去的三周时间 也是涨疯了 澳大利亚除了生产煤炭 还有天然气 特别是在过去的12个月时间里面 澳大利亚天然气公司的股价迟迟上不去 即使是铁矿石价格翻了两倍三倍 煤炭价格翻了两倍三倍 在这一波天然气价格上涨之前 以WPLSTO OSH等为代表的天然气公司 他们的股价一直是处于过去几年的低位 所以各位投资者 不妨在这一波天然气上涨的同时 可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在过去半年 甚至一年里面长期处于低迷的天然气股票 感谢你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次再见 Go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